关于娱乐知识,懒鱼圈之道 欢迎来到新娱乐,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哦 王宝强和马荣两人的婚姻在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 王宝强被身边最亲近的人欺骗 还被网友调侃是当今最惨的已婚人士 被交接背叛,马荣还暗自卷走了王宝强的大半财产 孩子最后也被判给了马荣 因此王宝强的悲惨婚姻至今仍受到大家的同情 然而还有这样一个男星 他的前妻毫不留情地骗走了他名下五千万以及三套豪宅 一夜之间人才两空,只留下了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更夸张的是,这六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他亲生的 这个比王宝强的婚姻经历还惨的男人,他是谁呢? 如果你看过电视剧《金之玉夜》 想必对剧中的男二号林天一会有些印象 他就是台湾男演员赵琴 1968年,赵琴出生于台湾 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 尚未满月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从小跟父亲相依为命的赵琴 因为母爱的缺失,成为他心中最大的隐痛 寒门孝子赵琴,不忍父亲过于操劳 初中的时候就开启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再后来他考入了陆军官校 进军校有两大好处 首先没有多少学费 另外可以培养男孩子坚韧不拔的品质 从军校走出来的男生一身正气 阳光大男孩的形象很引人注目 他没有抽烟喝酒打麻将的不良嗜好 只有渴望逆袭人生的一腔孤勇 凭借一副好嗓子 赵琴闯进了娱乐圈这个名利场 在一场歌唱比赛当中 赵琴一举夺冠 青春阳光的外形 雌性十足的嗓音 让他很快就被唱片公司签约到旗下销利 因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 赵琴在创作歌曲的时候 将自己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想 全部庆祝在了词曲创作当中 这样一份诚意满满的听觉佳酿 一把好听到让人上头的词性男生 很快就在台湾地区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喜爱 凭借一个人的平安夜云淡风轻 把故事说到最后等歌曲销量的不俗实力 他成为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这为他日后转战影坛奠定了夯视的基础 没人卖没背景的新人 只能从跑龙套开始 即便如此他也甘之如矣 业内很多大外明星都是这么干的 刘德华成龙周星驰等人的发迹史诸遇在前 赵琴打起酱油来自然是兴致勃勃的 时间是淬炼演技最好的魔刀石 赵琴的演技纯熟之日 也迎来了他影坛事业的繁花似锦 1992年24岁的赵琴凭借台版式播剧 《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举成名 这部剧当年也是群星璀璨 刘德凯、陈玉莲、李立凤 在这部剧中都有精彩演出 在此之后赵琴出演了多部影视剧 30岁正是好男儿的当打之年 1999年31岁的赵琴出演了 《乞丐郎君千金之女》 凭借剧中出演的男儿号刘志鹏一角 他夺得了试地头衔 这部剧目前在台湾的收视记录 至今仍然没有任何一部台剧 能够超越他的高度 不会做饭的厨师 不是好司机 不会主持的歌手 不是好演员 既然唱歌跟演戏都名利双收了 那么跨界当主持 就是他的新目标了 正能量的男人 一门心思地搞事业 并未把注意力 转移到睡女粉的时间管理上 人品决定了他努力的方向 赵琴的主持功力有多强呢 这么说吧 中央电视台的中秋师会 清明师会 端午师会等节目 全部是他主持的 莫上人如玉 公子世无双 赵琴的优秀 众人可见 当然别有居心的人 更是对其虎视眈眈 一个认真搞事业的男人 对待感情 也是难得的专一认真 赵琴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让父亲过上好日子 只可惜天不随人愿 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 父亲却因病离世 子欲笑而轻不带的痛 如同刺骨的寒刀 赵琴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甚至得上了抑郁症 事业也受此影响 一度陷入了低迷当中 在他最脆弱的时候 那个女人出现了 他就是曾经有过五段婚时的女人 林兴提 一个女人的温言细语 恰巧抚慰了他受伤的内心 众所周知 演员出外景拍戏时很辛苦 这个时候一个女人送来了营养汤和关心的问候 恰到好处 单身男子独自在家 寂寞难耐之时 一个主动投怀送抱 并且帮其做家务 也燃一个贤妻良母的温情默默 自然会让男人心软吧 每人刀 刀刀击中靶心 对于一个极度缺乏母爱多年的男人来说 如同一株救命稻草一般 赵琴与林青霆相恋的消息 在夜内传得沸沸扬扬之时 他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劝他三思 毕竟那个女人的婚史太多了 不仅如此 他身边还有跟前夫们生的六个孩子 这样一个女人 是否在意有所图的接近他 很难评估 但是赵琴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段感情如同影证止渴一般 后来让他付出了悔恨终身的代价 2004年 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 赵琴固执己见 跟林青霆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作为一个六个非其亲生的接盘侠继父 曾经有过单亲家庭成长经历的男人 他处处为这个女人和孩子们考虑 然而这个女人却处处都在精打细算的别有所图 人们常说量大福大 然而这句话并不适合赵琴跟林青霆的婚姻 因为家里突然有了一大群需要照顾的孩子 赵琴渐渐淡出了娱乐圈 成为24校奶爸 只可惜一厢真情终错付 某些人就像纳音歌里唱的那样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童年时缺少母爱的赵琴 一心致力于做公益 他想帮助那些单亲家庭的孩子 赵琴的一颗善心被林青霆利用 因为他正愁没有巧利明目的借口 从他兜里骗取钱财 这个机会正是他需要的 2006年 林青霆以做公益为借口 接二连三的从赵琴处共骗取了5000万台币 折合人民币1000多万 另外出于对媳妇的信任 赵琴还把自己名下的三道房产过户给了林青霆 钱财到手 目的达到 接下来自然是人间蒸发一般的跑路了 林青霆的突然失踪 让赵琴难以置信 也打得他措手不及 他从未想过 一个母亲会置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不顾 抱着钱财取暖度日 虎毒尚且不识子 世间怎会有这么狠心的娘呢 由于一直找不到林青霆 六个孩子的抚养问题 是他面临的现实问题 原本可以将这六个非亲生子送去福利院 因为他跟他们并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 而且他们的母亲 如今已经是骗他钱财的仇人了 若是换作旁人自然是将其送走 眼不见心不凡了吧 但是赵琴没有 他出人意料的居然继续抚养仇人之子 由于事业受到家中变故的影响 林青霆走后 赵琴还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 于是赵琴只好又咬着牙到北京发展 他把可以自立的两个大孩子留在台湾 自己带着四个小一点的孩子去北京 他出道北京的日子并不好过 没有人脉介绍 他只能靠着导演之间互相介绍才能有戏拍 但因为内地和台湾演艺圈的差异 他身上在台湾受欢迎的奶油气质 来到内地就只能被嫌弃 所以最开始根本无戏可拍 最惨的时候他只能借贷度日 就算到了实在负担不了的时候 赵琴也对四个孩子很负责任 他2007年在北京实在无路可走了 还是咬牙用当时仅剩的钱买了四张机票 将小孩送回台湾给前妻的姐姐抚养 送回孩子之后赵琴更加努力 他开始健身甚至留胡子 就是为了拓宽自己的戏路赚钱生活 如今赵琴已经51岁了 在演艺圈混得虽然没有当年风光 但还是有戏在拍着 大家能时常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身影 经济能力也恢复了 事业上的涅槃重生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直到2020年他用了14年的时间 终于将那些债务还清 在此之后赵琴跟失联多年的母亲重聚 重新享受了真正的天伦之乐 对于赵琴的粉丝来说 他们最关心的是两件事 一件就是她的前妻林心提 那个背信弃义抛夫弃子的女人 她是否被正义神之以法 还有一件就是赵琴的婚姻大事 是否良人有伴 2021年6月7日 赵琴微博发的一篇小作文内涵满满 似乎在暗示法网灰灰的说而不漏 或许出于对孩子们的保护吧 有些事情并不适合公知于众吧 一个心力善良的人 必然处处为他人考虑 这个本质如同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一般 不会轻易改变 由于受疫情影响 从2020年至今 赵琴在台湾滞留了许久 在台拍戏的时间明显增多了一些 据说赵琴现在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 不过两个人的年龄差距不小 女方比她小20岁 两个人相处融洽 据赵琴本人所说 小女友跟她的交流沟通没有任何问题 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 然而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紧生 两个人至今未婚 纳婴的那首《雾里看花》 写尽了天下伤心人相似的心态 温存未必就是体贴 你知哪句是真 哪一句是假 借我一双慧眼吧 让我把这纷扰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 如今的赵琴通过自己的多年努力 凭借一己之力 将那几个非亲生的孩子培养长大 对于多年前她的这个选择 很多人表示不解 然而她的回答是 他们的妈妈不要他们了 如果我再不管他们 他们这一辈子就真的完了 爱情公寓里 陈赫不配说的那句话 很适合赵琴 我就是好男人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赵琴 希望上天能赐好人一双慧眼 找个跟她匹配的好女人结婚生子吧